我們先行提要一下 就是昨天我們看到石破天津 英國的獨立機關ICL已經判決 倫敦政經學院否認 持有蔡博士的論文 也就是說沒有 就這麼大白話 沒有 口委名單 口試委員名單 沒有 口試報告 沒有 你要拿到博士學位 會沒有嗎 不可能 所有人都知道不可能 所以這個意思就是證明 就是沒有這件事 破案了 就破案了 當然了 這個蔡英文的委任律師有反駁 動作挺慢的 在昨天新聞已經鬧鬧疼了一整天 但是我們看到 隔了很久 這個委任律師 才大概是每個字都研究很清楚 才敢把它寫出來 因為畢竟這個事情 對於蔡英文的一生的親喻 如果有的話 攸關確實很重大 那我想先跟大家問一下 我們要特別去聲援一下 這個彭文正教授 她是我以前台視的老同事 在台視的時候工作 她的表現就非常非常的傑出 一身傲骨 非常有才氣 那因為查 蔡英文的賈博士被通緝 結果曾博士 這個彭文正被通緝 到現在為止 台灣回不來 我們四個字送給彭文正好不好 幫他加油打氣 我有機會看到他 我去轉答一下 四個字送給彭文正 彭文正說什麼呢 厚大賣照 這個事情彭文正已經追了兩年 我還真的很佩服她 很多人跟她講 你追這個幹嘛 對不對 除非你有本事讓這個LES 親口出來講 我們沒有給蔡英文博士 但不太可能 中間這一細節 怎麼看怎麼有問題 但是最終有沒有博士 還是必須要LSE說了算 但看起來就像是 講好啦 鐵板一塊 但是我覺得彭文正 就是愚公愚山 明知不可而為之 她已經追了兩年 付出了太多的代價 過去她政治立場很綠 所有的節目 幾乎都被封殺 現在台灣也回不來 她不會放棄 以我對她的了解 她會繼續追下去 她說叫蔡英文 你是不是趕快授權 你讓倫敦大學公開說明 為什麼呢 因為蔡英文的委任律師 告訴大家 倫敦大學早就已經清楚表示 持有論文考試報告 以及論文著作權提交表 還有倫敦大學當年 發行的個人 以及論文合格的記錄 然後注意囉 部分口試記錄文件 是由當年頒發學位的 倫敦大學保存 並不是倫敦政經學位 我們台灣可能不太了解 國外的學制 像這個倫敦大學系統 它們是一個系統 你把他想成一個系統的概念 在這個倫敦大學的系統下面 有很多很多的學校 其中蔡英文的 倫敦政經學院 她所畢業的這個學校 也是其中的一個 這些學校在英國 說實話 它的聲譽各方面 都是相當好 講名校一點也不為過 所以這個蔡英文的律師說 是由倫敦大學保存的啦 不是LES啊 所以LES否認有什麼用呢 對不對 就一句話打回來 那彭文正常的非常有道理 好 他說 請教一下 就是說這個部分 總統府有沒有 本來學位授予單位 就是倫敦大學 沒有錯啊 倫敦大學系統 從來就不是LSE 但是你記不記得 總統府一直告訴大家 一切要以LSE的官方證明為準 這句話常常聽到嘛 總統府除了那一次呢 很仔細地拿出了蔡英文的 這個厚厚一本的 所謂的論文出來之後呢 對於這一切全部都冷處理 一方面她採取法律行動 去控告赫德芬 控告這個彭文正等等 用這個司法去恐嚇 二方面呢 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蔡英文也做了 很多很多的事情 包括教育部呢 把這個她的學術 整包的資料 全部把它封存 就是永遠看不到 30年後才解密 30年後我們在哪裡 大家都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她動用這兩個方式 但是她後來全部冷處理 就只有這句話 標準答案 就是一切以LSE的 官方證明為準 沒錯啊 你上網去搜一下 總統府說來說去 都是這句話 那既然你講這句話 那LSE就已經講了 所以怎麼看呢 韓斌你不覺得很矛盾嗎 所以這個她的委任律師 是不是沒有爬出到 總統府的這句話 其實她不是 因為她這個律師的回答 不是給我們看的 也不是給彭教授看 這個是給她的支持者看 因為她知道彭教授 這個追這個東西 已經追了兩年多了 那她每隔一陣子 就會有一些 所謂的新的市政出來 那她主要是回應這個東西 因為她怕她的支持者 信心會動搖 所以才發了這個律師 反正她知道 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我只要讓我的支持者信就好了 對 因為她的支持者 基本上蔡英文 不管寫什麼她都會信 真的嗎 支持者不會動搖嗎 不會 絕對不會 不會哦 你沒有看到嗎 現在還很多人相信 陳水扁從來不看 會不會 不是就有人這樣相信嗎 所以她的支持者 就是這樣的人 所以她只要 隨隨便便弄出來 雖然看起來理由很奇怪 可是她的支持者 完全會選擇相信 所以她的目的 並不是給我們看的 那當然彭P已經指出來 她有很多地方是很奇怪 也就是你如果手上根本就從來沒有口試委員的資料 那你們為什麼可以提供法務部口試委員的名單 對我們看一下 就是去年12月18號 這個LSE的法律團隊的代表人提供了兩名口試委員的名字 提供了這兩位 但是我們看到ICO的判決結果卻沒有口試委員的名單 這就很奇怪嗎 完全衝突的訊息 你不是給了兩個人A啊B啊都有名字啊 那你現在為什麼說沒有 為什麼 所以這個就很奇怪 要嘛就是 這個代表人海恩說謊 他明明沒有名單 就隨便塞了兩個人出來 那要嘛就是LSE自己說謊 你明明有名單可是不願意給 總有一個要說謊吧 對 總有一個是假的 對啊 不然哪一個是真的呢 而且林環牆教授也說根據他的查證 你給的這兩個口試委員 一個是教行政法 一個教刑法 跟蔡英文跟沒關係 所以他們兩個為什麼會去當他的口試委員 這也很奇怪 對啊 兩位口試委員一位是行政法 一位是刑法耶 蔡英文覺得是國際經濟法沒有關係 然後其中一位也已經過世了 兩年五度的攻防 他說本來啦 LSE可能是想要幫蔡英文 沒有錯 是透過祝英代表處轉交的嘛 但是這個五度攻防時間太長了 說實在的 這個案子我們很關注 但是對於老外來講 你知道嗎 他們只是覺得很煩 對 真的是政大覺得很煩 所以講多了也會自己也會穿幫的概念 當然 我覺得他們會出一些包都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這整個案子 現在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即使你看彭P到現在這麼多年來 兩年多來 他查出了一大堆的奇奇怪怪的現象 但是問題有一個最基本的癥結 也就是倫敦大學還是認定我有給蔡英文博士 鐵板一塊啊 對啊 所以這個是最麻煩的東西 那你要破解這一塊 你說這個證據有沒有用 這個證據 對 對蔡英文的學歷有疑問的人來講 這確實是一個大的疑問 可是對蔡英文的支持者來講 這個不是問題 然後在法律上 你也很難引用這個去證明說 蔡英文的學歷是假的 因為這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 這個能夠證明什麼 這個能夠去幫彭P翻案 也就是彭P之前敗訴 那你檢察官是根據 LSE提供的這個口試委員名單來的 所以現在 LSE既然說他根本就沒有這個東西 那你檢察官之前所根據的證據 就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 所以對彭P自己本身翻案是有幫助 可是要去對證明蔡英文的學歷本身的問題 恐怕還是沒幫助 我也直接坦白跟大家講 要證明蔡英文的學歷為假 只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就是 我們去找到真的 蔡英文當時的口試委員跟指導教授 然後他們出來講 我有給蔡英文博士學位還是沒有 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一個就是你找到 確做的證據 能夠證明倫敦大學裡頭 有人被關收或是收賄 來影響的這整個結果 去做出一個假的證供 除非拿到這兩個證據 否則的話 因為你看上次格達費兒子的事情 格達費兒子被人家指證立地 結果倫敦大學是怎樣 他們自己組成了一個校內調查團 然後自己查自己 然後查完之後說 查不到積極證據證明 就結束了 但你覺得這個事情 是不是跟這個高端疫苗 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不對 沒有科學證據 看起來就是這個不合規定 就是沒有走完這個實驗 但是硬要說它是有效 還真的給人體打進去了